同看电影故事 共品离合悲欢 这里是《熊猫电影》 望着远方的海平面 季春奶奶的白发被威风吹起 布满苍纹的手臂牵着孙女的小丑 这般盛世美景之下 祖孙之情显现万丈光芒 娇须一间破旧屋子 那是季春奶奶的住所 一到黑夜 附近充满骇人的黑暗气息 夜深之时 孙女惠之的哭声 传入正熟睡的奶奶耳内 老人家顿时被惊醒 原来是厕所太黑了 连灯光都没有 惠之被包裹在被子里 躺在奶奶的腿上 安静地进入梦乡 月光散落满地 原本充满恶布的黑暗 一瞬间传化为暖心的宁静 将祖孙两人团团围住 敲开十号产长家的大门 奶奶准备下海捕育 身为海女的她 即使年龄大了 水性仍是极好 多年来的经验 令奶奶不得不靠此相继以谋生 如果说 记住奶奶唯一害怕的事情 那肯定是与孙女分开吧 惠之是她一生的依靠 下半生只为疼爱孙女而活 为了惠之 她能做尽任何事情 牵着孙女的小手 菜市场人潮汹涌 中途经过一家小摊 想要给惠之买件衣裳 与孙女的手掌紧紧贴合 突然之间忽觉得手臂空空 一转头 惠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纵使如何哭喊着名字 依然得不到回应 仿佛像人间蒸发一般 季春奶奶顿时老泪纵横 世光飞逝 十二年过去了 惠之面朝镜子 清明嘴巴 试看口红颜色是否好看 足够衬托自己的气质 好闺蜜闽西的声音传来 姐妹俩挑选着合适的化妆品 一路上互相打闹 黑夜瞎灯下 两人平躺在地板上 闽西正试着刚买的眼影 郡浩将那破旧的窗户打开 换着惠之和闽西出门 乌烟瘴气 到处弥漫着自闭的烟味 网吧是流浪青年的居住所 郡浩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在网络约到嫖客 将闽西和惠之 其中一人作为诱饵 随后突然撞门而入 用相机拍照 采取证据 再进行敲煞勒索 不愿让好闺蜜受苦 惠之自告奋勇前去 床上躺着一名成年男子 裹着白色的浴巾 却藏溺着肮脏的灵魂 惠之一脸呆滞 借着假装冲凿的机会 郡浩与同伴按原定计划冲进来 过程中却发生打斗 对方被打成重伤 回到家收拾行李 准备跑路 坐在冰冷的铁梯上 惠之与敏西享用着简陋的晚餐 雪花落在莲茂卫衣上 显露出一丝悲凉 从敏西手中接过牛奶 意外撇见 上面贴着一张寻人启事 整整十二年来 季春奶奶曾未放弃寻找孙女的踪迹 惠之脑海中萌生出一个想法 一如既往 蓝子里堆满一整叠的寻人启事 季春奶奶拖着沉重的步伐 狗老的身躯显得格外疲惫 心中唯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找回惠之 带她回家 未能让孙女找到归家的路 数十年来 奶奶一直与房产中介僵持 始终不愿意卖房 坐在海边 向十号倾诉心中的烦恼 这些年她过得太累了 突然电话响起 激动的声音从耳边回响 警察局找回孙女惠之了 得知消息之后 原本面无精神的奶奶 一瞬间变得荣光焕发 急匆匆地赶到警察局 惠之推开房间的门 对她来说 面前的季春奶奶显得格外陌生 苍老的手掌抚摸着脸庞 十二年来 埋葬于心中的情感 顿时喷涌而出 这次相见 她等得太久了 以往死气沉沉的家中 温情和快乐 随着惠之的到来 环绕着整间房子 周围一切的环境 惠之心觉生疏 排着孙女的肩膀 今后的日子 让我们好好生活吧 月夜来临 附近的居民齐聚一堂 为惠之重新被寻回而庆祝 看着孙女狼吞虎咽的模样 季春奶奶笑脸背后 隐藏着万分的心疼 她不知孩子经历何等苦难 也不愿去问 只想好好待在孙女身边 永远不分开 沉浸于喜悦的奶奶 带上惠之购置衣物 尝尽各种美食 回味儿时的幸福时光 即便惠之总是表现得太过拘谨 奶奶依然热情地对待 坐在海边抽烟 还不慎采赃居民的食物 虽然季春奶奶无条件信任 但对于这位不速之客 附近村民风言风语 直言不像是曾经认识的惠之 正漫步在路上 背后传来男生小莫的声音 朝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不过 却换来惠之的冷脸相对 身穿整洁的校服 站在学生老师面前 惠之却摆出一副 自我独行的模样 不与他人交谈 有时发呆 有时望着窗外的风景 陷入沉思 但参加美术课培训之时 老师意外发现 惠之的绘画天赋 决定用心去培养他 在树丛之中 小莫摆弄着黑胶唱片机 想听一首悦耳的音乐 与一旁的惠之 共度武器时光 不料 人家却另有心思 此行回到寄春奶奶家 惠之目的并不单纯 主要是为财而来 那次闲人跳将对方打伤 俊浩被索要一大笔赔偿 无路可走的他 威胁惠之去筹钱 否则就将闽西拖出去蔓淫 无奈之下 惠之才出死下策 本来已偷走奶奶的存折 准备去银行取钱 但出于心软 实在不忍心毁掉奶奶的生活 随后转身回到家里 把存折物归原处 原本讨厌的美术老师 却成为惠之的良师益友 师生俩眺望远处的风景 若有所思 坐在干净的地板上 惠之手持画笔 为正忙活着的寄春奶奶 手绘一幅画像 老师看完之后 决定带着天赋异禀的惠之 前往首尔参加绘画比赛 放学回家的路上 赌徒老爸前来向女儿索要钱财 父亲如同废物一般 惠之头像笔一的目光 隔天就要去首尔参赛 寄春奶奶炖熬补的鸡汤 为孙女践行 内心深处感到无比自豪 殊不知 惠之已偷走存折 准备交给废物老爸 到达参赛地点 惠之趁老师不注意 偷偷溜到石头后面 将存折扔给老爸 并让他滚出自己的生活 回到位置上 惠之心无旁骛 用尽心力创作佳画 名为告白 将作品完成后 惠之留下一封告别信 不告而别 时候她惹急促的脚步 手里攥着一张被捏皱的纸张 上面写明 惠之与奶奶无血缘关系 对此 奶奶嗤之以鼻 不愿去相信纸上的事实 其实这个惠之 确实不是她的孙女 十二年前 记住奶奶牵着惠之的小手逛街 但母亲却趁人不注意 将亲生女儿偷走 惠之是她与前夫所生 多年来未尽妈妈的义务 却干出这般的事实属荒唐 同时 她与现任丈夫生下女儿 名叫李恩珠 看着两位大人整日吵架 惠之忍不住掉泪 她想回到奶奶身边 一场车祸 夺走惠之和妻子的生命 赌徒丈夫为骗保 便将两个女孩的名字对调 所以李恩珠就变成惠之了 这一切真相的浮现 源自于惠之和俊浩的交易 被警察发现 因此 过往的事情全被挖掘出来 继纯奶奶望着天花板 十二年来寻找的孙女 早已归入天堂 年迈的她 晕倒在灵杯前 时光就像蝴蝶一般掠过 俊浩被抓入监狱 惠之跟敏熙 因表现良好 提早被放出 两人持续过着低调的生活 迟到有一天 时光船长找来 面露沧桑 告知 季春奶奶走丢了 惠之发疯似地跑到街上 寻找失踪的奶奶 来到市场 终于寻回一脸茫然的奶奶 鞋子还丢掉一只 核无血缘关系的祖孙俩 重新拥抱在一块 白雪挨挨 惠之与奶奶并坐于海边 微风拂过面庞 片刻的宁静 令两人感到安逸 眼神朝季春奶奶望去 为何会老得这么快呢 偶然发现奶奶的收音机 出于好奇 随手一按 里面传来季春奶奶 慈祥的声音 原来很早之前 她就怀疑惠之的身份 有一次在海边 奶奶问起多年前 问过惠之的问题 是海更宽 还是天更宽 惠之答道 当然天更宽啊 那时候 奶奶露出五味杂陈的表情 却不愿收破 仍然付出真心 不久后 奶奶病逝 梦入一片黄色的花海 儿时的惠之 微微露出小脑袋 换着寄春奶奶的名字 多年来寻求的时刻 终在梦中实现 虽说皆是幻想 但这般美好 令人倍感温暖 海面广阔 天空蓝意 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神 望向我 皆为司空 蜂蜜罐打翻在心 甜腻我的灵魂 莫放弃 潜雨入耳 坚强地活下去 血浓于水 固然重于泰山 但若人性扭曲 不配为人母 缘分才最为重要 即便错任成孙女 神舅面露微笑 坦然接受悲惨的事实 悲剧总会发生 时间不能回头 我们所能做的 只有秉持信念 以及家人的期望 继续生活下去 故事配老酒 明朝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